今天七大新智上路有不少新智都跟荷包有关系 包括了财政不排成地价税 地方税线上补缴 民众要是在这个月底之前缴纳 必须要没有缴纳完成的话 必须要加征这个智纳金 最高是加征15% 而在医疗方面 幼儿专责医师制全面上路 三岁以下的宝宝从出生开始 就可以搭配一名专责医师 另外也开放了50岁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者接种公费流感疫苗